Live House 小型现场音乐演出场所 最早源于日本乐队文化 这一演出形式进入中国已经二十多年 目前全国已经拥有超过上百家以上的Live House 他们正在作为年轻群体日常娱乐活动的发生地 也成为众多音乐人们线下巡演的优先选择 而如火如荼的市场背后 实际运营Live House的主理人们 却感受着不同层面的困难 压力和问题 曾有一段时间 大批国内老牌Live House相继观听 从盈利角度来看 超50%的Live House至今仍未盈利 18%的Live House在运营第三年开始盈利 但也有少数Live House成立的第一年就盈利了 从运营成本来看 Live House最大的两项开支是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 其次为舞台一抢设备维护成本 以及演出邀约成本 超过一半的Live House 一年的演出在100场以下 25%的Live House 年演出场次不到150场 年演出场次超过150场的Live House 就属于金字塔的中上部了 目前真正做到靠演出能够盈利的场地 全国不超过20个 于是许多Live House正在尝试着运营多元营 各地的文化氛围不一样 Live House对于每个城市而言 也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气质 制定统一的规则也并不容易 而每一家Live House都会被赋予自己的个性表达 此刻几位正在面临的这间即将是营业的17号音乐仓库 会是什么风格的Live House 这个可能要看他们自己了 或许先读懂这份工作手册 是当前的第一步 你们的运营目标来了 综合实际各项情况 在我们的17号音乐仓库 各位市营业阶段需要完成的 投资回报比例为 就是我们投入一百块钱要回报六块五 要赚六块五 要赚六块五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吗 感觉要黄了 已经秀到了 差这后面有 即投入申请的起始资金为一千元 则需要完成的营业额为六十五元 要用一千块钱赚到六十五 具体需要投入多少钱 起始资金 请各位根据实际情况认真核算 人力资源管理 在本次经营期间 各位员工需要 推选出轮值主理人和财务主管 经营涉及到方方面面事无巨细 从乐队演出表演 到店面维护建设 到顾客服务引导 到迎宾资客收银 保安保洁销售 等等 都需要人员安排和负责 请各位合理分工 然后统头协调 互帮互助 特色业务 来福外卖 通过点单给自己或者他人 点单一份特色来福音乐的现场外卖 去到他面前唱去 并于市营业现场演示向观众送出三分 送三首歌 来 工艺商团队 我们这边有那个舞美供应商 灯光供应商 音响供应商 还有班车司机 这解决好大的一部分问题了 嗯 已经对我们很仁慈了 谢谢老队 没了 后面就 谢谢老板 咱们 干啥去呢 咱们就去那个 去 去这个 去窗户看一看 走吧 你们有做生意的吗 没有 我算不清楚钱的 钱一万别走 我也是 你也算 我也算不赢 我也不会算钱 你也 我不行